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朋友在茶馆聊天时 美女却主动走了过来说 不好意思刚才太忙了 原来她叫朵儿也是来这儿度假游玩的 她和小帅两人坐在海边相聊甚欢 互相了解以后还一起共进晚餐 之后朵儿将小帅请进了屋内 本想擦出火花做点什么 可朵儿突然叫停 感觉似乎进展得太快了 还是改天吧 隔天小帅在街上看到朵儿正在被一个男人纠缠 小帅上前就帮朵儿解围 可男人也不是好惹的主 两人就此逃跑 躲进了一所废旧的住宅里 才避开男人的纠缠 小帅为了和朵儿在一起 抛弃了跟朋友原定的计划旅行 因为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爱 所以决定留在小岛上陪着朵儿 晚上他跟朵儿一起来参加镇上举办的舞会 在舞池中 朵儿又看到了那个纠缠他的男人 吓得他立马借故上厕所先离开了 而喝醉酒的小帅却从朵儿手机里发现了他跟别的女人亲密的照片 男人此时带着混混向小帅走了过来 正当男人掏出小刀想要伤害小帅时 几人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摔倒在地 他们还以为自己撞鬼了 就立马离开了 当小帅醒来后 怎么也想不起来昨晚发生了什么 他走在路上看到纠缠朵儿的男人死在了车内 他担心朵儿出什么事 就立马来到他家 此时朵儿的家里杂乱不堪 朵儿也害怕的躲在角落 小帅关心的询问着朵儿 朵儿告诉他自己只是癫痫病发作 他看到小帅身上的伤 便带着他来诊所拿药 可诊所老板却趁朵儿出去跟路人聊天时 偷偷的告诉小帅 跟你一起来的女孩被鬼附身上 并给了他一包药说 是可以驱鬼的 小帅回去后疑神疑鬼的 在煮茶时突然蒸汽了烟雾 写出让他出去的话 他感觉真的有鬼存在 于是他立马将驱鬼药放在茶里 让朵儿喝下 喝下茶的朵儿顿时口吐白沫 倒地不起 小帅顿时就慌了 他立马请来诊所的两人帮忙看看 老板看后觉得 这是邪灵上身 他在朵儿的身上画上符咒困住邪灵 然后他要用小帅的血撒在邪灵身上杀死他 可小帅却觉得 朵儿只是癫痫发作 只需要去医院治疗就可以 于是当老板拿刀走向他的时候 他用酒瓶打掉了老板手里的刀子 并逼走了两人 接着朵儿就恢复了正常 他告诉小帅自己曾经有个连体的妹妹 妹妹在他们做分离手术的时候领盒饭了 之后妹妹的灵魂就附身在了他的身上 隔天一早 小帅发现朵儿偷偷在后山烧一些女人的东西 之后小帅质问朵儿 那件衣服的由来 并怀疑他是个蕾丝 可朵儿根本就不承认这些 气愤的小帅就此分手离他而去 伤心的朵儿向小帅发来一段痛苦的视频 声称自己有时候会被妹妹附身做一些不情愿的事 随后他便躺在浴缸里决定自杀 还好小帅即使赶到救下了朵儿 清醒过来的朵儿和小帅和好如初 小帅想要朵儿到正规的医院里治疗病情 可朵儿坚持要找深山里的一个法师驱轨 他和小帅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法师 法师发现朵儿身上的邪灵非常的强大 他叫来助手让朵儿喝下一种神秘的驱轨药 然后在他的身上画上能定住邪灵的符咒将他锁了起来 接着他拉出来一头山羊告诉小帅 等一下他会将朵儿身体里的邪灵驱赶出来 这个时候让他用刀子杀了山羊就可以干到邪灵 法师刚离开朵儿就出现各种猙獰的表情 让小帅放了自己 在朵儿的花言巧语下小帅放开了他 就在这时邪灵从朵儿的身体里跑了出来 小帅超级家伙想要与邪灵抵抗 朵儿拿起刀子想要杀了自己 伸去了肉体 那么邪灵也会跟着消失 引到小帅前去救援 却意外让邪灵进入小帅的身体 朵儿趁机将他打晕锁了起来 最后小帅被哥父杀害 邪灵也跟着消失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朵儿的阴谋 他想要杀掉附在自己身上的妹妹 所以他一直在岛上寻找妹妹愿意带的宿主 然后将他干掉 那么妹妹也会跟着消失 而且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杀死邪灵 怪就只能怪小帅用情极深 到最后也只是被别人玩弄一番 所以奉劝亲们 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哦 切莫不可 色迷心窍 越是鲜艳的东西 越藏有剧毒 而在感情的世界里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咱们就先讲到这 看一部电影评断人生 我是撩影先锋 又喜欢我的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关注哦 我先来说 我们下期再见